这个男人从小就被自己的老爹进行各种变态的训练 只因家传祖业等着他继场 那是一家快倒闭的死兽权无果 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者救死无伤 这天他如常的进入游戏 准备向游戏里的NPC夜星表明醒 正当他要开口时 却收到游戏通知 面板显示所有的游戏账号 将在凌晨12点被封禁 之后剑与火的王座将被无限停服 到了晚上他看着时间离12点还剩两分钟 他想到酒馆子的老板能夜星 无论如何他也要表明自己的心意 哪怕只剩下一分钟 于是他开始登陆游戏 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牧师 他感叹着这里的阳光真舒服 他看向系统面板 离12点还有一分钟 看来一分钟的牧师生涯马上要结束 到了12点就会被系统强制退出 然而过了半个小时 他有点猛 明明过了停服时间 为什么他还在这里 他左右看望周围也没有发现其他玩家 难道是他无意中砍到棒 于是他抱着能多玩一会 就多玩一会的心态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 他第一个的新手任务就是 代表光明教廷去凯撒帝国黄都加萨 给新任大帝国女皇伊沙蒂尔纳送上祝福 他为新任女皇送上祝福 来到凯撒大帝国黄都加萨 可当他刚到达现场 就发生了雨时袭击 女皇也因救人而被压在了巨石之下 而他作为牧师的任务是救助十位伤者 但他看着凭死边缘的女皇开始犯难 因为他是新手牧师 只能使用初级的圣域术 但容不了他想那么多 再不救人就来不及了 于是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开始吟唱对着女皇使用圣域术 结果HP只加了一点 他不甘心 于是就这样反反复复使用圣域 把旁边的士兵给整入雨了 过了一会他就已经累得气喘喘 只要他停止使用圣域 女皇的HP就蹭蹭的往下掉 旁边的士兵突然递给他一张手帕 并对他说 作为初级牧师竟然能用那么多次圣域 您真是太有天赋了 我则擦着汉表示 救人是牧师的天泽 刚说完士兵却脸色突变 手里还拿着一把刀 说道 那么你能救得了你自己吗 兄弟你不讲武德亚竟然搞偷袭 他轻松地躲过对方的攻击 而士兵则有点猛逼 他以为对方只是个小嘎嘎 士兵的手突然往脸一抓 出现的竟是另外一张面孔 原来此人精通易容术 是暗杀集团的刺客血液 目前刺杀成功率是让人妒忌的肯 而男主却不为意 直接无视掉对方 因为他急着救人 好不容易给女皇家上的血又快掉你 而血液却愤怒说道 一个见习的菜鸟牧师竟然瞧不起他 说完就朝着他攻击 只见男主双眼冒蓝光 使出死兽拳的第十一式 钻心拳 瞬间穿透血液的身体 再也倒露不起 都跟你说了别打扰我救人 于是他开始继续给女皇家 但是他却突然一惊 为什么在游戏里他能使出死兽拳 他查看血液的数据 敏捷度是他的1200 照理说他根本躲不过血液的攻击 他看向女皇和血液的数据 却发现他们NPC的标识竟然没了 他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当物之急是救人 这时女皇忽然醒了 但他发现身上有只咸猪手 于是他愤怒的朝男主攻击 却被男主轻易的制补 而另一边黄都加伞坚毅 被一个黑衣人闯遇 貌似放出了一只不得了的怪物 男主把女王制服在地 要求女皇听他解释 女王动弹不得只能答应 他放开女皇后 就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解释 听了女王急忙喊停 显然他不相信男主所说的话 于是他拿剑指着男主说道 先不论帝国和教廷向来水火不容 但你说你一个剑袭牧师干掉了血液刺客 你认为我会信吗 男主思考了三秒 斩钉截铁回答 不会 那就对了 所以你就去帝国监狱里编故事吧 而男主并不想和女皇过多纠缠 因为他主要目的是 做完任务后去找叶星 于是他叹了口气起身说道 既然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我还有其他事就先走了 正当他往外走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只怪兽 手里还抓着一个士兵 然后把士兵随手一扔 落到了男主和女皇面前 两人都被吓了一天 他们转过头看向怪兽 女皇认出了眼前这只怪兽 是被关押在帝国监狱里的虐杀者奎尔扎脱 怪兽手里抓着几个人哈哈大笑道 凯撒 你看到了吗 你的子民仍在被我蹂躏 你说我是先扯掉左手还是右手 还是右腿 吓得士兵连忙求饶 怪兽却决定直接砸 正当怪兽要砸人的时候 女皇出声阻止 而怪兽看见他皇冠上的驾慰 便问女皇和凯撒是什么关系 让女皇喊凯撒出来受死 而女皇只喊放肆 站在你面前的是凯撒大帝国现任女皇 你不过是我祖父的手下败将而已 我会以凯撒之名再次击败你 怪兽却嘲笑道 那凯撒帝国马上就需要一个新的皇帝 一旁的男主看得起一面 两者差距太大 如果战斗的话女皇必败无疑 男主想阻止 但女皇已经冲了上去 就如男主所言 在绝对力量面前 羽皇根本挡不住对方的攻击 仅此一击便被打飞出去 看到女皇残成这样 男主就想给他治疗 但女皇却拒绝了他 对他说道 这是战士之间的战斗 武上我凯撒家族无上的尊严和荣誉 也绝不能让一个教廷牧师毁掉 而怪兽却嘲笑他 凯撒家族是没人了吗 竟然让你这种废物小牛来当皇帝 女皇听完很愤怒 疯上去就想教训一下 这个侮辱他家族之名的家伙 当然结果不出意外 女皇又被打倒在地 但他依旧不放弃 就这样被一次次打了 又一次次的站起来继续站走 最后他的HP血量就剩下八点 男主急忙跑过去 想要给女皇治疗 而女皇却叫男主去把他的剑拿来 他还能继续站走 气得男主骂他是不是疯了 而女皇都快失去意识了 仍在说 皇族永不言气 这让男主想起小时候爷爷对他说的话 只要没死就不能认输 这时怪兽突然来到男主身后 对男主说着极其嚣张的话语 男主继续给女皇治疗 并未理会他 怪兽似乎觉得自己被小瞧了 拿起大锤子就向他攻击 当他以为自己得逞的时候 却震惊 男主只想安安静静地给女皇加个血 没想到怪兽竟然可偷袭 随即他叹了口气 只见他整个人卧在地上 跳跃到空中 再跳到怪兽的大锤子上 嘴里还念叨着 死兽拳第四式 袋鼠后跃踢 一脚踢在怪兽的下额 怪兽吐血逐渐失去意识 身体也直直往后头 就当快压到女皇的时候 被男主一手举起 他把怪兽扔到一边后 开始怀疑人生 为什么他在游戏里也能用诸死兽拳 他只想好好当个奶妈而已 为什么这么难 当他抓狂到一半突然停下 因为他想起女皇的血快要掉了 于是他继续给女皇加血 经过一次次的加血 女皇终于脱离贫死状态 但他自己也累得够呛 没想到加个血竟然比打架还累 他突然想到也许可以换个姿势试试 于是他直接坐在了地上 闭着眼对着女皇使用圣域术 惊讶地发现血量竟然增加了 难道是因为靠近伤口的缘故吗 于是他尝试再靠近一点试试 果然 圣域释放的位置越靠近伤口 HP的恢复越高 既然这样 嘿嘿 那就再测试一下完全贴近伤口 看了HP能恢复多少 显然而见识之前的失败 正当他高兴之际 女皇突然醒了 他刚醒来就见到身上有只咸猪手 气呼呼地说道 你这色胆包天的臭木屍 说完就朝男主攻击 被惊到失去颜色的男主 一顿眼花缭乱的操作后 女皇再次被制服在地 男主想继续给女皇治疗 突然出现一群骑着马的士兵出生祖族 士兵们把俩人为祝货 一个蓝色头发身穿金色铠甲 对男主说道 你是想断一只手 还是直接死 而女皇见到来人高兴地叫了声 沙盾 男主看着眼前的沙盾汉者 沙盾从屠杀兽属540万 手掌欺人 是帝国最强战力 人称帝国之剑 这家伙更是NV200中报 男主想的还是不要招有为好 于是他哈哈说道 公爵大人不要误 是个牧师 刚刚是在为女皇陛下调杀 听得沙盾一阵无语 只见他看男主犹如在看一个死人说道 陛下乃无畏婚妻 你既然冒犯了皇威 你就冒犯了本公爵 只见他拔剑 眼貌宏光杀意的说道 所以 男主被吓了一跳 在地上的女皇出声鼓指 可沙盾像没听到一样 使出他的必杀战战 挥向男主 沙盾认为这一件下去 对方必死无疑 然而听到士兵们的言语后 他睁开眼睦瞪口呆 惊在了原地 男主只是想为女皇治个疗 为何最后却变成跟女皇的未婚夫贴贴 他欲哭无泪 他的初吻就这样没 男主躲过沙盾的战赏后 沙盾被惊在了原地 因为他怎么看对方都只是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低级怒尸而已 怎么可能躲得过他的必杀战 其实才没那么简单 如果刚才不是沙盾有出手的预计 他估计已经是沙盾的刀下亡魂了 这就是帝国最强嘛 女皇见男主无恙便松了口气 跟沙盾解释男主刚刚确实是在救他 让沙盾放男主离开 地旁的男主也立马附和说道 是啊是 我还有事就不打扰女皇和公爵大人 诸二位百年好和白头偕老 他刚想溜走 却被士兵用武器拦住了去 切 他就知道沙盾不会轻易放他走 只见沙盾脸色阴沉对他说道 就算是光明叫停的教皇咒军 也不可能躲过我这一点 更何况你只是个出警务师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呀 是一位有着悲惨童年的十八岁青少年 他对沙盾说起 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者 但从小就被自己无良的老爷 大冬天的逼着进行各种变态的武术训练 惨到就连车上的乘客都看不下去 所以你信吗 只见沙盾反手就是一件 说道 你认为无惠性 还好男主反应快 下蹲躲过攻击 偷袭 你不讲武德亚沙盾 女皇见此情形 赶紧叫沙盾停手 沙盾压灯不听 双眼泛起红光 双手挥断 出技能 功本五大 而男主双眼冒蓝色电光 轻轻松松躲避沙盾的攻击 嘴里还说道 再这样我真的要生气 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女皇大惊失色呢 男主轻松躲过沙盾的杀招后 他嘲笑沙盾刚刚那招还不如战胜 但沙盾不仅不怒反而笑 只见男主手臂上出现了刀痕 忽然双臂上的伤口 瞬间鲜血喷涌而出 疼得他刺牙咧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看着沙盾 难道是那把剑的问题吗 于是他开始临时报佛警 打开系统查看那把剑的信息 不看还好 一看下一条 除了这些基本信息和特殊的属性外 令人惊讶的是 这把剑竟是由精灵王国之王 亲手用自己的躯体打造的特殊单手剑 即是一把剑 也是一株蕴含着强大木系法术的植物 虽说剑的威力很强 但剑柄上布满极细的木子 让握持者时刻感受着剧度 男主竟然觉得那把剑好像有点顺 言归正传还是先给自己疗伤吧 但沙盾怎给他机会 像恶魔般的攻了过来 男主惊险地躲过一击 但下一秒心脏急速跳 眼睛翻白像是失去了意识 忽然 他双眼心红进入了狂暴状态 此受拳第七世 狼突裂喉爪 这一招速度极快 就快攻击到沙盾的时候 一旁的女皇终于生气了 气愤地说道 这两个混蛋竟然不把本皇放在眼里 戴不住时 本皇他娘的亲手砍了你 此话一出都被吓了一天 男主也从狂暴状态回复 他想收手 但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两个大男人就这样 画面太美了 让旁边的士兵都忍不住伸长脖子盯着他 女皇更是惊到失去了颜色 这边的两人开始疯狂 男主更是连喉咙都不想要 他的初吻就这样 后面的沙盾也是非常嫌弃 对他说道 既然女皇开恩你就赶紧滚吧 随后沙盾骑上马 催促女皇赶紧离开 黄都加萨 于是两人坐上马准备离开 男主却突然对女皇说道 那个毕竟 看 要不 让我把您的伤治疗好在哪 沙盾不明所谓 但女皇却脸色葱 顾住胸口说道 混蛋你不要过来 总之 再见了 色胆包天的臭牧师 于是就这样女皇和沙盾离开 在路上女皇对沙盾说起 这次的陨石事件也许并非异问 他总觉得有人正在对帝国策划一场阴谋 让沙盾彻查此事 而沙盾以保护女皇安全为由 不仅派他的骑士团接管加萨的未需系 更是直接换掉女皇原来的禁士团 女皇直言这没必要吧 而沙盾却对他说 如您所言加萨已经不安全了 陛下还请尽快履行和我的婚约 有我保护您 那些鼠辈就不敢再亏损你 另一边的男主 边走边回忆着刚刚的一切 先是在游戏里能用死授权 然后这些NPC都好像是都有了自我意识 还有这颗永恒之类 他竟然能暖活剧情中死掉的女皇 真是奇怪 但如果女皇没死的话 海撒帝国也不会分裂 这不就是和游戏剧情矛盾 他记得原剧情里是女皇死后 沙盾立刻宣布效忠光明叫停 他突然猛的像是想起了什么 不仅是的奶妈还是个变态 三更半夜偷窥美女席底 却被美女发现了 场面一度尴尬 美女反应过来后 手拿冰刺对他说道 死变态 你这是在找死 而男主做防备姿势试图解释 我说打扰到你洗澡 其实是就女皇途中发生的一个意外 你信吗 男主发现沙盾的真面目后 便来到了皇宫 但是由于皇宫守卫森严 他只能走下水道 玩个游戏差点没把自己熏死 随后他看到了一个轨道 便爬了上去 刚好另一边的女部长给下属下达完命令后 便来到浴室席子 就是这么巧 男主刚好从下水道里窜出来 于是便发生了刚刚的那一幕 女部长眼神伶俐对男主说道 那你问我我手里的武器信不信 随即他使用魔法槽男主攻击 他认为在这种充满水气的地 加上透明的冰刺 男主绝对躲不过攻击 但下一秒他就被打脸 只见男主瞬间移动到他身后 抓住他的双手往地上迎 就这样把对方制服在地 但男主却突然惊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女部长背上的伤 女部长另一只手抓起冰刺 想反手偷袭男主 却被男主抓住了 手骨也被男主梦断 就在这时 浴室的大门却突然被打开 进来了几个小萝莉 他们看到的画面是这样 以为女部长是在偷买 还在讨论女部长的姿势好奇怪 女部长却骂他们蠢 没看到我是被挟持了呀 听到挟持两个字 四个小萝莉瞬间杀意腾腾 抄起家伙 就朝着男主攻击 蓝毛这一锤下去 要不是他省够话 他的小弟就绑不住 他看着蓄力待发的四个小萝莉 当即决定投降 如果继续打下去 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 于是他举着双手解释 沙顿被怕了帝国 这次魔法袭击就是他一手策划 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女皇子 小萝莉听完她的话 当即哈哈大笑 他们根本不相信 因为沙顿不仅是女皇的未婚夫 更是凯撒大帝国的英雄 当小萝莉们在此朝男主攻击的时候 却被女部长大声喝止 只见他神情难过眼角带泪地说了 他说得没错 沙顿他的确被盼了帝国 听到这话 几个小萝莉犹如武为封顶不可置信 陆下大人 沙顿公爵可是远征受罪的因素 为什么 他话未说完 女部长给付了答案 因为我是沙顿的人 男主把女部长制服在地 女部长动弹不得 要求男主听他解释 他之所以成为沙顿的卧底 是因为在他小的时候 父母就死于战乱 是沙顿救了快饿死的他 并把他培养成帝国骑士 但是在15年前 沙顿要他潜伏在女皇身边 为他传递皇室情况 那个时候的女王才三岁 生活得很艰难 不仅遭受父亲的冷落和嫌弃 还要遭受兄长们的白眼和嘲笑 在这个以武力国的国家 女皇因为是早场 从小就体落多病 也注定无法成为一个战士 只有女部长知道女皇有多努力 女皇因为知道自己身子弱 所以他必须付出比别人多百倍的努力 小小的身躯缠满绷带的双手 每天超负荷的训练 仍挥动手中的剑 于是就这样 一日复一日的训练 哪怕身死 也绝不松开手中的剑 这就是凯撒家族的家训 所以这也就是 女皇为什么面对怪兽 纵使一次次被打倒 仍选择施起剑 保护自己子民的原因 男主听完一把鼻涕一把泪说道 可一杀蒂尔那最终还是当了女皇啊 小罗利却告诉他 那是因为其他的王子 在战争中死伤殆尽 并危的先皇无奈之下 才传位于陛下 随即男主问起 女仆长后背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女仆长掀开衣服回答道 这是我拒绝了沙顿大人 暗杀陛下的命令后 所受的盲尾边的边伤 所以本来刺杀女皇的是你 但你拒绝之后 他们才雇佣了血润 女仆长却惊讶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难道说你就是那个 在沙顿大人的攻击下 还毫发无所的变态肉搏目视 几个小罗利开始吃瓜 听说不挺毫发无所 还强吻了沙顿大人 男主回想起顺感恶心 反驳道那不是强吻是意外啊 女仆长正式打断他们的对话 现在可没时间开玩笑 我们必须把陛下送出去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连陛下的面都见不到 要怎么救 女仆长表示他有办法 于是他便对小罗利们 说出自己的计划 最后拜托男主一定要帮忙 男主表示没问题 但现在 黑黑请让我赶紧帮你治疗 伤口和脱臼 女仆长却非常嫌弃地走开了 但我们下集接下 他们究竟要死不救女皇呢 月黑风高夜 城内守卫森严 唯一能救女皇的办法 就是爬上这座200米高的城堡 对于从小就有爬山经验的男主来说 爬着他简直是轻而易举 这一波骚操作 看得女服们目瞪口呆 男主爬上来后 从背后摸出一个沙漏 在这之前女仆长告诉他 沙子漏完之前 必须打开女皇寝室中的13号生活 这是能说服女王离开加萨的唯一办法 而男主所做的一切 让高处的黑衣人静收眼底 黑衣人天天嘴唇 突然 一把掌的红色眼睛的镰刀 朝着男主行 而男主轻轻松松点躲开对方的攻击 男主问黑衣人是否也是女皇的保镖 这一问对方似乎很生气 准备再次朝男主攻击的时候 女仆们终于爬上来 坐在地上疯狂喘气 男主用拇指指着身后 踩在镰刀上问女仆们 是否认识他身后的保镖 小女仆却表现得很惊恐 他告诉男主 对方是黑玫瑰的骑士长沐运 玫瑰骑士团旗下有四支特殊部队 而沐运就是黑玫瑰夜袭专属部队的队者 沙顿叫沐运在这里守住带徒 沐运没想到还真让他等到了 女仆们看计划有变 让男主快去带女王离开 他们四人则留下拖住对方 而沐运却轻烈地说道 就算你们五个人一起上 也碰不到我的一脚半分 他话刚说完却惊得张大嘴巴 只见男主抓住他的膝盖着急说道 别动 你的肤色灰暗很可能重 我能夹写他 好家伙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沐运反驳自己的肤色本就是这样 他修了一下从男主手上逃破 沐运觉得自己失散 他没想到帝国战士 还有像男主这样出类拔碎的家伙 确实旁边的女仆们提醒男主要小心 只见沐运拿起大镰刀朝男主攻击 而男主却突然对他说 你搞错 我只是个牧师 他们才是战士 他说完后沐运突然消失不见 不管是从声音还是气息 女仆们全部都感觉不到 就在男主正在思考的时候 女仆们已经被对方喝了一波韭菜 他们根本看不到对方叔叔 无形攻击最为致命 女仆请求男主快去救女皇 就算平时他们也会偷住对方 男主却拒绝 作为牧师 他存在的意义是救死不伤 放着伤员不救他做不到 女仆让他别过来 会死 男主却充尔布 来到女仆身边 让女仆别动马上为他治疗 而女仆们却突然惊服起来 沐运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举起大镰刀朝男主攻击 他天天唇认为这次一定得手 谁知男主仅用一个拳头 就挡住了他的镰刀 然后用力往后一推 沐运被震退击一人 随后男主还在呵斥女仆不要乱动 女仆指着后面告诉他 沐运就在身后 男主却说他早就知道对方在他身后 沐运也很惊讶 一个牧师竟然能看破他的虚化状态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男主的童年是怎么过来 被自己无良的老爹扔进森林 独自对抗野狼 目的就是让男主通过训练 捕捉对方的气来进行战斗 男主虽然看不见对方 但他能感受到对方的气 简直就像一只凶猛的小母狼 沐运没想到自己在暗杀方面 竟然被一个牧师小瞧了 随即他化作不调形状 缠住男主的身体 女仆们都替他担心起来 看到男主被沐运抓住了 女仆只喊这下完蛋了 但男主却邪魅一醒 身体迅速往下一蹲 然后再给对方来个头锤 沐运因此差点失去意识 最后倒退几步疼了下 眼角带泪的说道 你这个臭 木 吃 最后男主一拳把他打趴下 这下终于可以专心的加血了 女仆们看着在地上抽搐的木韵汗颜 确定你只是个牧师 而不是战士吗 房间内的女皇正在抱着弓弹丸 突然看到房门被打开 惊讶的看着突然出现的几人 问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男主告诉他沙顿已经背叛了凯撒地 他们是来救他的 而女王脸色阴沉明显不相信 觉得男主是在胡说八道 女仆们突然单膝跪下 向女王解释一切 并让女皇立刻打开十三号生活 另一边的女仆者正走在见沙顿的路上 而房内的沙顿正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女仆长进来打断他的思绪 沙顿质问女仆者 竟然还敢来见他 女仆长却说 血月没能杀掉女皇 他愿意去 请沙顿给他一次机会 沙顿捏破手中的酒杯说道 机会可以临 不过要等到吴和陛下成婚之后 那时候吴就能以涉阵王的身份 控制帝国了 然而他们所说的一切 从生馆里传出 女皇和女仆们听得一清二楚 但没想到沙顿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只见他对着狮子说道 所以陛下想跑的话 就趁现在吧 毕竟这是你最信赖的女仆长 冒着生命危险制定的结果 生馆旁的女王非常诧议 沙顿为什么会知道生馆的位置 女仆长也很诧议 他明明没有上报生馆的事情 沙顿又是无可得知 沙顿却邪笑的对他说 可陛下都不会有机会知道 陛下为救女皇刺杀沙顿 沙顿一箭刺穿陛下胸膛 陛下就此下限点外卖 听到一切的女皇 不仅阻止男主去救人 反而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只见他面露恐惧 手也不停地在颤抖 男主没想到 女皇仅是听到沙顿的声音 就怕成这样 他只好放弃救人的想法 随后一群人匆匆忙忙 往荣耀大厅走去 那里有隐藏传送法 正可以离开 到了门口却有士兵把守 男主三无两下就把敌人撂倒 正想往门内走 后面又出现了一群士兵 俩女仆队事宜 最终女仆们选择留下断后 并对女皇说道 陛下以后我们再一起玩吧 一般说这种话 都是要下限点外卖 女皇呼喊他们回来 回应他的只有关门声 身后的男主似乎发现什么 他告诉女王桥上好像有坨东西 那坨东西来到他们面前 发现对方身上有个玫瑰标志 是会玫瑰骑士团守成战队的对手 嚎笑要塞隔里巴 男主瞬间两眼冒惺险 这盔甲比他大号的还霸气 他想打开系统看属性面子 系统却显示服务器错误 女皇告诉他 对方之所以被称为咆哮要塞隔里巴 是因为再一次受阻战役中 会玫瑰其他成员死伤殆尽 而隔里巴以一人之力 守住了要塞整整五个小时 那场战役受阻死伤超过二十万 隔里巴也因此得名咆哮要塞 男主惊呼 这也太厉害了 隔里巴表示 没人可以毫发无损地 突破他的驻守之地 弟子没说完 男主刷的一下 从他的身边经过 还双手扁了个烟 把隔里巴起了直吐起 男主思想以女皇的属性面本为他 他可能没法安全过来 于是他过去把女王扛起 隔里巴再次表示 虽然你的速度很快 但不会有第二次 四字没说完 男主刷的一下 再次从他身边经过 隔里巴终于生气了 混蛋 不要在我讲话的时候 窜来窜去 闹剧也该结束了 他双手转动着武器 转出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吓得男主一跳 隔里巴再再次表示 你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 只见男主双脚一跳 顺着龙卷风来到天上 随后刷的一下往下掉 羽皇都快被吓上 男主使出死兽全地六十 应急落冲突 随着砰的一声响 对方的头掉了响 哦不 是头盔 露出一张伤疤里 羽王认出对方是萧 萧机笑道 陛下竟然还记得我一个工匠的人 真是荣幸了 可萧你不是建造完生馆后辈 萧打断他的话说道 被你父亲下令秘密处死 是吗 萧 我知道 我现在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也无法弥补父皇犯下的过程 但你跟随沙顿叛乱 就是背叛了这个国家的人名 凯撒加训第三条 一臣 必由王者之箭斩杀 他沙字没说完就被男主扛着走 看得萧一脸猛低 男主对女王说道 杀什么 你打不过他 他跑不过我 跑不就完事了 萧看着逃跑的两人 又怎会轻易放他们离开 拿起武器发射出一道火光 随着爆炸声响 乔被断开两半 萧表示 除非打倒我 否则你们休想过去 男主被格里巴阻断去路后 他竖起大拇指表示 就这一点距离 他就是扛头猪也能跳过去 格里巴知道拦不住男主 但他也知道在扛着人的情况下 男主在空中是绝对躲不开 全部火弹发射的攻击 听此男主脸色一眼 放下女王说道 你很强 最起码在抗打方面是超一流的 所以我对你很感兴趣 格里巴认为对方 是想要为女王和他一战 谁知男主冷哼一声 白白手道 当然不是 我是牧师又不是战士 找一个牧师打架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格里巴有点难以置信说道 你是个牧师 男主表示 自己浑身上下哪里不像牧师了 格里巴看着对方的装备 很无语 没想到还真是个牧师 男主微微一笑 用手把女王往前一推说道 女王陛下 你不是要手刃逆臣吗 加油 我会在后方给你加血 整个女王甚是尴尬 格里巴说起凯撒的家训 里面有一条 无善战者不可乘地位 所以他认为 以女皇的实力 根本不配做凯撒帝国的皇帝 女皇沉默了一会儿 拿起剑朝格里巴戏去 并说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到底配不配 格里巴却嘲笑他 就这点力气 如果是你父亲或者爷爷的话 这一剑恐怕我的身体就被直接劈开 女皇有被刺激到 大喊 你给我闭嘴 随即他疯狂地向格里巴攻击 男主看着这场面一诗无语 女皇的剑招很熟练 但是因为体能跟不上 所以他根本发挥不忍 这种刚猛剑术的威力 女皇被打飞了 打了没多久 女皇已经开始弃传承 格里巴告诉女皇 他不配学习凯撒家族的地剑术 女皇沉默了一会儿 委屈巴巴地哭起来 谁知格里巴还不肯罢休 说他是皇族的耻辱 一旁的男主听不下去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谁说想当个好皇帝 就必须擅长打架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来当你们的皇帝好 女皇文言哭得更厉害 貌似要把多年的委屈都哭出来 格里巴耸风耳说道 你不是牧师吗 是改变主意想和我打吗 男主表示 自己因为还不够等级学习心灵烈焰 所以只能用行动 让几方战士精神振作 随即他身上发出黄色能量 形成一只牛的行动 说道 这也是作为一个牧师的职责 偌大的王拳堪比王陆飞 拳头以快如风式电掣之翅 打在了敌人的胸口上 我怕敌人太肉 最后再捕多一拳 肖也没想到我一个低级牧师 竟然徒手打碎了他的反甲 但这两拳下去 我的手也冒烟了 这反甲还真硬啊 疼得我赶紧呼呼快着火的手 这是系统滴滴系 面板显示我骨折两级 骨猎三级 之前硬扛下腿而扎脱一锤 我必废了 没想到现在右拳也废了 真得赶紧升到二级学习圣辽术 正在我思考之际 肖的声音响起 你这家伙明明是肉搏战的怪物 却选择当牧师 你果然很有趣啊少年 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近身了 而我也没想到对方堪比成养金 受了我两招全力一击的王拳 结果只掉了半截 随后肖这家伙像是杀红眼了 拿着火器不停的对我轰炸 我只能边闪躲边投机会进身 当我来到肖身后 准备攻击他的时候 却被他发现了 他挥动着武器反击 我只能闪躲往后退 可恶 对方这种威力的爆炸 根本没法近身 就算能近身 双手也无法发挥出全力 该如何是好 我扭头一看瞬间有了主意 随即我跳到空中 肖哈哈大笑 认为我还是用那招 毫不犹豫的拿着武器拼命向我损手 在空中的我冷哼一声对肖说道 嘿嘿 并不是那招 随即我把牧师手杖丢向前 经过几个圈圈 使出吃奶的力气 用脚往手杖一踢 手杖和火弹两者碰到 发生最大的暴战 在烟炼中 肖并没有留意到我的手杖 带肖反应过来 早已被打倒在地动弹部 肖万万没想到 牧师法杖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我看见要走的女皇 便大声对她说道 陛下你不守任历程了吗 傲娇的女皇却叫我赶紧走 肖看着慢慢走远的两个人 躺在地上看着天空说道 陛下你的梦醒 我只能帮到你这儿 女皇两人终于来到荣耀大厅 女皇用剑割破手里 把血滴在足手上 随着血的留下一阵子光亮起 脚下出现了一个传送法阵 法阵马上就要开启 我叫女皇赶紧下来 而女皇却说道 面对沙顿时她失态 作为帝国的女皇 她绝不会从自己的王座上 如丧家之犬般逃走 我恨铁不承担地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种话 首先这不叫逃走 这叫战略性撤退 其次 你是想让陆下 他们白白为你牺牲吗 而在这时 一条像锁链的东西 朝女王袭去 瞬间把女王五花大拔 袭击人竟是一个 戴着面罩的女孩 这女孩是紫玫瑰 魔法战部队的尤丽娅 尤丽娅对我说道 你击败了沐韵和格里巴 的确令我刮目相看 但使用蛮力可破解不了魔法 所以你绝对带不走她的 对方废话太多 上次被我打脸的人 已经躺在地下 于是我直接扛起王座 脚底用力一条 跳向传送法阵 并对尤丽娅说道 白白您来 尤丽娅被气到 拜你大爷 别想就这么跑 尤丽娅想拂止 但她动作太慢 休了一下 我从法阵里消失了 但尤丽娅手上 还拿着锁在女皇身上的魔法 最后她被摔了个鼓尸 在地球某洞大下 一个女人正向一个男人汇报工作 董事长 赛因克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形成了自我意识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她了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 在我们强制登出了 全球39,712玩家ID之后 仍有11名玩家 因不明原因滞留在游戏中 男人问女人 如果强行物理登出会有什么后果 女人回答道 可能会对大脑皮疼 产生不可逆的损害 而在游戏内 一位少年在大街上侧马狂奔 一个小女孩看见一个苹果掉在地上 她突然跑出去 没注意到前面的朋友 马上的少年大喊 臭小鬼赶紧滚开 马来不及停下 就这样小女孩被撞倒在地 吃瓜群众健壮纷纷指着少女 并围住少年说道 不能让他撞了人就跑 士兵却大声呵斥 你们这些贱民想闹事 你们竟然连克劳德凯恩大人的架也打了 群众听到对方是门萨凯恩元帅的儿子 一下子便跑没应 这家伙仗着他爹是帝国元帅 作威作福 之前就差点闹出过好几条人命 只有一个不怕死的男人拦住对方 他指着克劳德说道 我要找成主来 把你这个杀人犯抓起来 克劳德却哈哈大笑起来 区区成主只能管管城防军 而我爹是血色平原战区的帝国元帅 就算我现在杀了你 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 克劳德看对方瑟瑟发抖 以为被他吓上 旁边的士兵提醒他 他头顶上有东西 他抬头看的那一瞬间 就被一只脚踩在脸上 士兵和吃瓜群众都被吓上 没做这只脚是男猪子 他扛着王座和女皇从天而降 他当从传送阵里 完全不知脚下抬一个人 还兴奋的觉得自己完美多年 直到士兵拿着武器提醒他 他低头一看 还发现脚下踩一个人 不好意思 他拿开脚的那一瞬间 克劳德直接喷起 克劳德气愤的扬言要杀了男主 男主在意 他轻轻放下王座后 倒上最高的房子 发现远处有一座雕像 得知这里是凯撒一世的故乡 以凯撒之名命名的帝国英雀城市 凯撒宝 在4.26版本 凯撒宝在黑日之时 事件中毁 最后只剩下一片废墟 难道是因为他救活了本该死掉的女人吗 于是他想问一下游戏之言 当他打开系统才发现 退出游戏选项没有 就在他思考之际 他听到有人在求救 救人要紧 于是他过去跟大娘说自己是牧师 表示他可以帮忙救人 但却被人莫名其妙拦住 并对他说凯撒宝的人不需要牧师 当群众看到对方的模样很惊讶 男主却露出非常恶性嫌弃的表情 男主表情非常嫌弃 他看着面前的两个肌肉男 差点没闪下他的太合金狗眼 但是他看着生命垂危的小女孩 再不救人就来不及了 他试图说服两个肌肉男 让他先去救人 两个肌肉男不仅不让开 反而言语变得更嚣张 甚至想动手揍他 只见男主沉默不语 下一秒两个肌肉男 就被男主叫他们做人 这两个小嘎嘎 看着满身肌肉 却终看不中用 收拾完两个肌肉男后 男主开始给小女孩治疗 最后终于加满血 但他已经累得气喘喘 每次加血都比打架还累 这是系统响起 使用剩余救助十名伤者的任务完成 他的牧师职业终于升到两级了 就在他高兴之际 旁边的女皇被士兵用剑威胁他不许多 女皇瞬间脸色阴沉说道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克劳德却说 除非你是女皇凯撒三世 否则今天你们都必须死 当克劳德走到女皇面前 看到女皇的脸时 他见色奇 他色星高天的对女皇说道 只要你老老实实跪下来 求我的话 我可以魄力让你做我的陪传女婆 远处的男主听到此话 他顿得不妙 只见女皇打飞克劳德的剑后 冲上去想把对方杀掉 但女皇看到克劳德 铠甲上的尸首营养好 问克劳德是否是血狮子 骑士团 克劳德没有回答女皇的话 反而调戏了女皇一把 女皇只喊放肆 他当想说出自己的身份 却被男主用手捂住嘴 男主对克劳德说道 我们两个人只是普普通通的冒险者 这位是我搭档 一个想当战士 但完全没天分的附加小姐 这位英俊帅气 潇洒威猛的大人 刚刚踩到你的脸 确实是个意外 男主哈哈的有事 他可以马上帮克劳德把伤治好 克劳德嘴上说放过男主不和他进 但下一秒就拔出剑偷袭男主 剑近在咫尺都快打 男主却还在两眼冒险 克劳德想偷袭男主 结果却被反打 群众看着被打的克劳德目瞪孔呆 打人一时爽的男主 打完就后悔了 一旁的女皇也说他 刚刚还说让他别节外生枝 但自己却下手那么重 男主表示自己真不是故意 随即男主露出一个便秘式的表情 对克劳德解释了 我从小就练了武术 一遇到攻击就会下意识地反击 但您不要担心 我是牧师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子了 而且我刚刚学了圣疗 虽然您的肝被我打破裂了 但我也能分分钟帮大人您治好 克劳德暴躁地大喊 那你他娘的倒是赶紧治 这一喊肝破裂一击 硬生生被他喊成二级 克劳德刚想喊救命 男主马上对他使用圣语 多了一会 克劳德就感觉肚子真的不痛 他没想到对方还真是个牧师 但他认为男主不过是练过几天武术 用蛮力歪打正着而已 于是他拿起剑就朝男主偷袭 当剑块接近男主脖子的时候 闭着眼的男主特怜躲开了袭击 随即男主手握克劳德的剑 进入了死授权状态 死授权第五是猛虎大翻摔 这一摔负999 血量就剩下212 男主开始瑟瑟发抖 吃瓜群众再次被震惊 男主把克劳德从墙里抠出来后 继续给克劳德治疗 经过15分钟的治疗后 克劳德已经治好 男主问克劳德 他是不是可以走了 克劳德看着一脸笑的男主 忽然向男主伸出一只手 让男主拉他前 就在男主拉他的手 克劳德露出恶魔般的动作 只见他身后藏着一把剑 赢得打不过就完音 他手用力一拉剑 朝男主吸去 但却再次被男主抖 大人你相信光吗 只见克劳德整个脸部都凹了进去 牙齿也掉了两颗 吃瓜群众在震惊中盖着的东西 男主表示这都是小问题 就这样 偷袭 我打 打完再治疗 就这样反反复 男主累得气喘喘地说道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阻止我就你们家大人 难道你们叛变了吗 士兵说道 不 牧师兄弟 求你别致了 这就是个死循环 听完这话 男主生气的大喊 你们这是什么话 哪有受伤不接受治疗的道理 这时候一只手拍上男主的肩膀 大叔对男主说道 虽然这家伙在凯撒宝做入独断 但折磨到这种程度 真的已经够了 男主表示自己真的只是想治疗对方 在人群中一个看热闹的阿婆 为什么突然出现非常震惊的表情 女皇往男主脸上打招呼 结果HP只减二 男主轻轻松松就能补回来 女王不服气 于是拳头拼命往男主身上招呼 但打在男主身上就如饶痒痒 打了一会女王就气喘喘 至于男主为什么会挨打 那是因为他们身无分文 男主只好把金王做卖 男主建议先找个旅馆休息 当他们来到旅馆的时候 店家却告诉男主 住店需要承民安全证 由于凯撒堡最近发生连环杀人案 所有旅客必须呈防军核实身份 然后迁发承民安全证才能住店 倾此男主只好另想办法 另一边的城堡内 被男主打败的三人 正在窃窃私语 却被沙顿呵斥 你们战败经验交流完了吗 三人听完立马闭嘴 纷纷表示自己的无能 让沙顿对他们以军法降罪 沙顿脸色阴沉对他们说道 无与其交过手 而等部敌都在无预料之中 我只是想通过你们进一步测试 活战的能力有趣 真是太有趣了 肖一阵无语他开口问道 公爵大人我有一事不及 所有牧师都归属于教廷 那个牧师为何会与我们为敌呢 沙顿说道 我已和书记院合十了 那个牧师前几天才刚接受过光明洗礼 他根本不够资格 接触到书记院和我们的进步 而我们这次行动 又是由教廷书记院拟定的 他是误打误撞救了伊沙蒂尔 优利亚问沙顿他们现在该如何 女皇已经逃走 一旦和其他六大战区的帝国元帅取得联系 一起反攻经济战区的话 他们将会陷入极大的被误 沐韵表示自己的黑玫瑰部队 愿意前往六大战区 找到女皇并斩下他的手 沙顿却说他们对帝国的了解 还是太简直了 虽说帝国表面上是由这七大战区组成 实际上是由掌管他们的七大帝国元帅组成 能让他们俯首称臣 是史上最强战士凯撒的铁鱼血 而如今 凯撒皇室的战士血脉经过兽族远征战 只剩下一杀蒂尔那这只最缠弱的羊羔 你们觉得群虎会听令你们抑制羊羔吗 沐韵说道 那公爵大人你的意思是 沙顿微微一笑脱掉战袍说道 不告天下 陛下于加冕大礼上遭喜 身心惧遭重创不治病天 男主和女王从旅店出来后 发现两个大叔正在猥琐一个小女孩 男主揪下小女孩后 却发现小女孩晕倒在地 周身不但散发着紫色能量 而且身上的血量也不断的往下掉 男主查看状态来 发现小女孩身上中了黑暗魔法 男主尝试用圣域治疗小女孩 结果发现HP纸加4 小女孩身上的暗黑魔法 最光明法术有抵抗效果 技能里能限制或移除减一宝 只有两个 一个是祝福 一个是目光 幸好男主已经升到三级 可以使用祝福 使用厚黑魔法果然减弱了 但是祝福的效果也只能持续十分钟 目前最重要的是 要找个不需要办安全证的旅店落地 这时突然跑出一个老婆 对他们说他家的旅店 不需要正便可以住 问男主他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女皇告诉男主 这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不能相信 但男主却爽快地答应了老婆 去到旅店门口的时候 两人眼前一亮 纷纷竖起大拇指 刚刚女皇还以为 这个阴森森的老婆 会把他们带去十分恐怖的破旧旅馆 没想到恰恰相反 而且门口还站着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小姐姐看到有客人双眼冒猩猩 不像男主来了的亲密接触 男主扭头告诉女皇 今晚他们就住这里 看得女皇一阵无语 最后还是被拉进了旅店 开好房间后 男主每隔半个小时 就要对小女孩使用祝福 他感觉每次使用完法术 都感觉比打架还累 他转头却发现女皇站在房门口 男主问他怎么不去休息 女皇却突然坐在床上 双手抱胸对男主说道 为预防你对这个女孩图谋不 今晚我也睡着 刚说完门缝突然冒出一条东西 接着喷出白色烟雾 女王问男主有没有觉得有点疼晕 接着两人就晕倒在地 这时房门口出现 竟是老女孩团 男主醒来后看到女皇被绑在椅子上 他看着面前的几位小姐姐 才想起来自己是被他们迷晕了 老婆婆发现女皇还在昏迷中 便叫小姐姐去把人弄醒 小姐姐揪着女皇的头发叫哗了两声 结果女皇一点反应都没有 于是小姐姐便往女皇脸上招呼了两下 结果女皇依旧在呼呼大睡 一旁的男主觉得 女皇可能是哪里受伤或中毒 表示自己想给女皇加加息 没成想女皇听到加血两字 妄得睁开眼 好家伙这是对加血有多大的阴影 这时老婆婆问女皇和凯撒皇室是什么关系 然而这次两人神同不装傻说道 凯撒皇室是什么 女皇质问老婆婆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架他们 而老婆婆听完直接踹在女皇身上说道 你搞清楚现在的情况 是我在问你话 你们怎么会有凯撒皇帝的专属配件 男主一本正经回答是怎样 老婆婆明显不信的说道 这把剑是你们剪的呀 那那个黄座也是你们剪的吗 跟踪我们 没错 所以你们最好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 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话音刚落 男主直接挣脱了绳子 老婆婆惊得一劈 这绳子跟男主的老爹训练他的麻绳一笔 简直就是小儿科 老婆婆们见状拿着武器 纷纷朝男主袭去 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后 最后老婆婆几人反被绑了起来 这时女皇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问老婆婆为什么会 她凯撒的嘉辉纹身 老婆婆却表示 不过是凯撒的皇室嘉辉而已 我一介乡也知名觉得图案好看就闻了 又怎样 女皇知道老婆婆在说 因为这种嘉辉纹身的方法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她的祖父耶兰乌斯凯撒 只有她祖父认同的皇室直系血脉 才有资格拥有这个纹身 而拥有这个纹身的只有三人 那就是她祖父 父皇和大皇兄 但这三人早已不在 女皇想通老婆婆为什么会有纹身 忽然她猛一惊 以前她在皇家画像皇上 看到过祖母的脖子上也有同样的纹身 女皇确定了对方是自己的纹 但格分祖母不是在见过后 不久就遇刺身亡了 男主也没想到对方 竟是被人称为铁雕娘的格分皇后 地球某处办公室 一个男人正在蹂躏一个女人 男人扔掉手中的皮带 愤怒地说道 说 为什么赛因克斯产生自我意识的时间提前了 而且还脱离了控制 丁兆峰你这个混蛋 他不仅是赛因克斯 他还是我妹妹 我没动任何手脚 是你让团队擅自扩展的服务器 才导致了这一切 男人听完女人的话 却是扑斥一笑说道 你拿自己妹妹的意识上传实验 来换取名誉和金钱 你可没资格骂我 我告诉你 不管你有没有动手脚 限你在72小时之内想出解决方案 否则我拿你这颗漂亮的脑袋 去替换赛因克斯 说完男人就往门外走 并吩咐两个女朋友 立刻派人 把那十一名滞留在游戏中的玩家 带来这里 无论用任何手段 丁兆风无论你现在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剑与火的王座就像一只风筝 赛因特斯已经割断了我们手中的血 飞上了天空 如果你们能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刺 把我闺蜜道理洗头 而游戏内的男主 看着老婆婆的数据面板 与普通人无异 下一秒 老婆婆就爆发出强大的斗气 瞬间破除所有的限制效果 男主再次看向系统面板 发现数据发生了变化 感叹老年状态的铁标娘 基础属性还是那么恐怖 不愧是凯撒帝国的第一王后 旁边的小姐姐却抱怨了 下次放这种招之前 能不能先打个招 而女王却突然单膝跪地说道 依莎蒂尔奈拜见祖母大人 老婆婆把女王偶尽怀里 安慰了一把 并调谈女王发育的这么好 一定很生 随后老婆婆问女王俩 是不是从皇宫私奔出来 女王却告诉老婆 沙顿已经反叹了 是他对不起凯撒的先辈 老婆婆安慰女王不需要说对不起 能用战斗板凳的事 从来都不是事儿 女王向老婆婆说 当时的情况 沙顿这个小娘娘枪 小时候我就看不惯 跟个女人室 每天阴沉沉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女王想让老婆婆出面 一起去收处门萨凯人女人 联合其他五个战区围剿沙顿 但老婆婆却告诉老婆不提 因为目前她的身份还不能暴露 老婆婆让他们先住在这里 但也不能白吃白住 次日欢迎来到秘人女姑娘 我们这里有畅饮的酒水 有超棒的陪酒小姐 还有我们超可爱的新晋真酒女王 更有一位重量女 力蕊王牌清洁工 阿湛 堂堂一国女王 竟然沦落到侦查倒水的地步 但体力不足的她 最后只能干些轻活 反观另一边的男主 王牌清洁工的名称真不是盖的 室内室外都被她擦得亮晶晶 这艘操作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男主干完活后 去给小女孩送早餐 去到半路 系统突然颁发任务 任务 杀死女皇 任务必 保护女皇 满足土豪 这任务必的奖励也太垃圾了 这还用想呢 是个人也知道该选必 杀死一杀地儿的 开什么玩笑 是牧师来 怎么可能去接杀人的任务 而且我就回来的人 是绝对不会再让他死定 不过由此看来 黑日之时事件 确实将会在凯撒堡发生 他必须要好好问问 那个中了黑暗魔法的小女孩了 可当他去到房间时 却发现小女孩不见了 但小女孩就在男主身后 并拿着竹台朝男主吸去 却被男主侧身躲 并被男主扣住无法动弹 小女孩见肿 准备张口咬男主手臂 却被男主塞了个面包 一个面包是不够吃的 一碗面也是不够吃的 吓得小姐姐们 赶紧护住自己的食物 女皇问男主有没有问出什么来 男主叹了一口气 除了吃就是吃 问了也是一言不发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一群人进来就开始打人 来人竟是前几日 被男主揍趴的克劳德 两人按道糟糕 没想到克劳德 这么快就搜索到这里了 只见克劳德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脸色阴沉的说道 给我把所有姑娘都叫过来 小姐姐见状 赶紧叫男主他们 上楼避一避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来应付 但克劳德并未理会小姐姐 眼神直盯着前方 开口说道 我不是说所有的姑娘们 那三个为什么不过来 男主几人听完经在原地 直冒冷汗 帝国女皇不仅沦落到 侦查到水的地步 更是被客人要求报三围 首先上场报数的是爱和毛粮 其次就是香蒲和马兰 一旁的小女孩斗志昂扬 准备报数 却被克劳德无情打断 没发育的小朋友就别凑热闹 我一边去 轮到女皇了 但他很尴尬 因为他没量过 士兵催促女王赶紧去量 却被克劳德打断 说道 小爷我能试出来 这时男主出来打断 并抱上自己的马数 86 84 92 两人一听瞬间失去颜色 士兵们更是不可置信 这 这是什么钢板身材呀 却被克劳德反驳 你们懂个屁啊 就因为是钢板 才更有开发的价值 旁边的大叔也附和道 确实 柔软是男人坠落的温床 真男人都是要挑战钢板的 随后克劳德叫男主过去给他倒酒 就在男主倒酒的时候 克劳德露出猥琐的笑容 就让我试试你的92了 于是他走到男主身后 把魔爪伸向了男主 却被男主一脚踹飞到墙上 这个熟悉的兽鸡感 是 是那个混蛋牧师 大叔健壮 越到空中朝男主袭击 但却被男主抖 大叔没想到男主不但堵过了他的攻击 还如此游刃勇余 也因此让大叔更加不会放过男主 他叫士兵包围女殿 一个人也不能放出去 大叔对男主说道 牧师兄 你的身手确实不错 但你殴打的是帝国元帅的人 给你们两个选 第一 束手就起 第二 被诛杀于此 男主表示自己并不是故意 只是身体的本能反 他可以直接治好和劳点 大叔却呵斥他 你以为你打的是一个人 你打的是整个血色平原战区的 小姐姐见情况不妙 叫女皇和男主 赶紧去地下室的岸岛离开 他们原本是战争的遗孤 是老婆婆收留了他们 并教他们武器 行侠仗义 而且你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完成 婆婆现在不在 正是我们报答她的事 所以 她话未说完被你网打 住口 我已经失去过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绝不会 让你们为我而死 因为武士 海撒三世 伊沙殿 吴在此命令 让帝国元帅门萨凯恩来此境界 在这种情况下 女皇也只能公开身份 但大叔却说 你竟然敢冒出女皇陛下 帝都刚发来的皇室吊咽功函 陛下于加冕大顶上遭袭 已于昨夜不治病天 他们没想到沙顿竟然来这一手 这下可糟了 现在他们演变成了叛逆分子 士兵让大叔下令 拿下男主他们这些叛逆分子 大叔表示自己 要亲自逮捕男主他们 但元帅之前叮嘱过士兵 除了兽族之外 不能让大叔出手 大叔却告诉士兵 在废话连他一起杀 随后大叔吩咐士兵 用反兽人的重型急盾 围住女皇他们 女皇健壮纵视一惊 臭牧师 我知道你很强 但桑德斯跟你之前打败的人 完全不一样 你之前战斗的对象都是人 但桑德斯他是只野兽 男主惊险地躲过大叔一击 大叔继续攻击男主 被前后夹击的男主 最后身体往下蹲躲过一击 大叔的攻击力非常强 男主也察觉到大叔非常危险 便拉开距离查看属性面板 没想到大叔还是一个双职业 而且面板也很恐怖 肉搏战能力 好像比沙盾还要强 他记得桑德斯这家伙 好像是百年战争版本 受足负本大溃退众 最难缠 最变态的 如果拿出权力 击败桑德斯应该没问题 可他们目的是要联合血色平原战区 玩手的话肯定会起到好笑 难道除了战斗之外 就没有其他办法 他想起以前游戏中玩家对他说的话 于是他想到了办法 桑德斯见男主突然后退 以为男主是要出手 男主突然开口 桑德斯大人 您真的适 听完这话 桑德斯愤怒 你是在愚弄我妈臭小 没想到男主夸得更加卖力 您的攻击如滔滔僵属 连绵不绝 一发不可收拾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您的脑袋 要不咱们别打 桑德斯听完这些话更加愤怒 觉得男主这是在挺幸福 男主在游戏中 第一次尝试搞人形事物 完全失败 被女皇保护是一种什么感受 为陛下奋战 是无等模样 你们要是能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明天三连更 男主和大叔战斗的时候 小女孩身上突然爆发出紫色能量 是小女孩身上的黑魔法 又发作 男主也因此分心 被大叔偷袭 虽然惊险躲过一击 但腿上还是受伤了 男主来到小女孩身边 发现小女孩的血掉得很快 牧师小子 生死搏斗中 你居然因为这种小事分心 这说明作为战士 你还是太难了 下辈子注意点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前进一步 连帝国荣耀之剑都伪造的出来 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反正说什么你也不会信 不如就直接用战斗交流吧 麻烦女皇 你快退下 她不是你能对付的料子笨蛋 偶尔也让我保护你一下嘛 你们聊完了吗 那就该我 七 桑德斯不愧是帝国将军 很强 这份气势 倒有点皇室的样子 也好 如果你真的是陛下的话 武力一定不会弱 毕竟 每一个留着凯撒血液 都是帝国最顶尖的战士 另一边的男主 正给小女孩加息 但效果甚微 怎么办 麻烦女皇根本不是桑德斯的对手 就在男主思考之际 四个小姐姐站出来对抗大叔 想一起上门 如果她真的是依沙殿 是绝对不会允许 这种有为皇室荣耀的作物 那是曾经的依沙殿 明明很弱 却总想要逞强 只知道嘴上喊着守护凯撒的荣光 结果把局面弄得更糟 而现在的依沙殿 会说 我现在的确不是她的对手 请你们务必助我一臂之力 麻烦女皇 终于不麻烦 对于狮子而言 踩死一只蚂蚁和踩死一群 完全一样 大叔 什么时候 都别小瞧女人了 四个小姐姐 四个站位 瞬间围住大叔 大叔却笑道 没想到 这个小酒馆香艳的陪酒女胡 竟然懂四一困杀志 四一困杀志是由一个盾剑士 一个枪钉 一个游击剑士 一个母剑手组成的阵型 四一困杀志面对单个强敌 的确是最有效最完美的战术 但有一种情况 它会完全失去作用 那就是敌我差距过大石 大叔说完释放威压 面对大叔的威压 让小姐姐感觉 就像是准备猎杀的狮子 仅是看着身体便僵硬在原地 大叔一个猛烈的攻击 击向爱 迟钝的爱瞬间受伤吐息 这假假的阵型 一下子便被大叔打乱了 接着大叔一到毛粮面前 准备攻击毛粮时 马兰作为弩箭手刺激而动 惊险地救了毛粮一命 所以说弓弩手最烦了 那就先杀你吧 毛粮突然出现到大叔身后 说道 你想都别想 呵呵 小姑娘就是单纯 毛粮被大叔重重地摔到地下 大叔掐住毛粮脖子说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送 送你去死吧 而毛粮却不在意地说道 看来什么桑德斯 也就只能欺负欺负你 哼 随意 这一击下去了 小姐姐们都以为 毛粮就此下限点外买 但大叔却发现 刚刚被砸的毛粮不见了 他扭头一看 却发现毛粮是被男主所罪 大叔以为男主终于要和他批评 但男主沉默了一会后 迅速退回小女孩身边 说道 我还要给这小丫头治疗 先对付对付他们吧 大叔 大叔表示无所谓 反正都得死 说完就冲着爱戏去 结果爱也被男主救了 男主救完人后 又继续给小女孩加息 牧师醒 你不是说不出手 我说我不出手 但我没说过我不救人了大叔 那你试试看 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救人了 于是就上演了 大叔这边攻击男主那边救人 但大叔的攻击并没有停下 他通过士兵的盾牌 一直反弹一动 速度越来越快 男主也明白 盾强真正的作用 只要大叔不停下攻击 就能无限加速和提升技能伤害 直至杀死盾墙里的一切火体 这样下去他们会被团灭 男主思考该如何对付大叔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他终于想到了办法 只见他摆好姿势 身上散发蓝色能量 他黑黑一笑 刷刷的两下 再次回到小女孩身边 然后继续给小女孩加息 好 原来你不是要出手了 你们倒是说得轻巧 这个丫头血蹭蹭的掉 我不乃可不死了 你们是牧师吗 你们会乃人吗 而且他们不是 也能跟你过上几招 对吧大叔 说完还对大叔抛了个魅眼 士兵一脸飞泻 这个牧师 竟然还向桑德斯大人 抛出了死亡魅眼 而且桑德斯大人他 也被恶心盗了呀 小姐姐也是一阵无语 这哪是抛魅眼 最分明抛的是定时炸弹 臭小子 你就尽管嘲讽 和墓中无人吧 经过刚才的弹射 招式威力已经翻了好几倍 一招就送你们全部归系 男主非常吃惊 大叔的敏捷度 从九百一下子升到八千 大叔的攻击速度非常快 男主想躲开 但他忘记了自己腿上有伤 小姐姐们见着 想挡住大叔的攻击 但是力量太过悬殊 结果根本不坑一击 而大叔这一击威力极大 就连旁边吃盾牌的士兵 也被波及到 大叔认为在那种程度的攻击下 不可能有人存活 但他看着稳稳地站在原地 还毫发无损的男主 吃惊了 竟然还被对准 哼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这一击捕死你 就在大叔快接近男主的时候 男主犹如恶魔般看向大叔 大叔一精致冒冷汗 他感受到这强烈的气息 简直就像是一把 专门用来杀死野兽的人 女皇终于做了一回正事 为了救男主 他已经奄奄一息 男主被大叔攻击的时候 他本想躲开 但因为腿上有伤 加上中了黑魔法的小丫头 想躲根本来不及 而这时候女皇挺身而出 他让男主带着小丫头 到安全地里去 并把腿伤治好 而他则留下挡住大叔的攻击 男主本是不愿意 因为这样女皇会非死即伤 但是目前也没别的办法 这也是为什么 大叔看到男主能毫发无损的原因 在男主治好腿上的伤 那一瞬间 他一脚揣在大叔身上 刚刚还在嚣张的大叔 瞬间吐息 小姐姐没想到 平时总是细皮笑脸的男主 此刻充满杀气 而被打的大叔不仅不生气 反而笑 因为他终于逼得男主出手 男主看着奄奄一息的女皇 说他又逞强了 女皇表示这次他不是为了帝国 而是为了自己 看来这次 是我保护了你 臭牧师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那个永远细皮笑脸的你去哪 其实哦 我一直都知道的 保护我 迁就我的那个人是你 格尔扎托那次也是 和里巴那次也是 或许下次我可以更坦诚点 这样的我 在你眼里会不会有点改变呢 看着女皇 让男主想起了他的妈妈 他抱着女皇说道 依沙蒂尔吧 等我回来治好你 不会太久 一旁的大叔等着不耐他 说道 你们两个亲亲我我够了吗 目中无人的小鬼 大叔 现在的我 稍微有点生气 气到不行啊 男主看着为他受伤的女皇 非常愤怒 是时候该他反击了 但为了预防大叔 藏有他不知道的闪避技能 他必须逼大叔 用出人物专属避杀技 在大叔用出避杀技的时候 是无法再使用其他技能的 只要让大叔对他用出专属避杀技 他都能进行后手反击 但是要如何 让大叔对他使用避杀技能 他从桑德斯对付四一 混杀制的时候 就在思考 他想起老爹的话 应战 愤怒是武者大技 一个人最愤怒的时候 往往也是 他最容易被击败的时候 一旦愤怒 头脑就会失去判断 会在不恰当的时机 打出自己最强力的攻击 而这一 就可以维持死 不是吧 大叔 吹骨半天敌我差距 就这 叉叉的 臭小子 又是久久不出手 又是贴脸吵吼 又当着我面奶人 又是背对着我 真是不把别人当人了 被激怒的大叔 终于用出了人物专属避杀技 死亡之恶 男主兴奋 终于激出你对我用出避杀技 大叔的避杀技击向男主 结果击中了指示弹象 到我了 大叔 这一拳 是替凯撒帝国女皇 一杀地尔那打的 男主拳头泛起黄光 请不吝点赞